今天这个博大画质应该会有所不同 因为我正在拿老王的相机录 我们准备现在出去呢 去外面拍点照片啊 好久没有出去拍照片了 今天呢天气非常晴朗 是一个非常晴朗的星空将会是 我现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但是我现在拿的东西太多了 我的朋友已经在我的楼底下等我了 现在我去找他 其实我还挺期待老王这个相机录出来的效果的 因为我不知道希望这个麦克风声音开了 如果你们到时候听见我没有说话的话呢 那就是这个麦克风没有开啊 拿上三脚架现在准备出发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一个废城边上的这个算是森林公园 一个这种的小地方吧 这里周围都没有灯啊 没有什么光污染特别好 这周围都是森林啊 不知道大家现在能不能看清 反正周围就是大概这样一种情况 我们现在呢马上就要到目的地了 然后一会下车的话呢会拍一些照片 然后我尽量吧 就老王这个相机的镜头呢光圈实在有点小 就晚上肯定录不太清楚 但希望能拍到一些好的视频素材吧 反正我们今天就主要以拍照片为主 探险 拍照片为主 然后这个视频呢就是尽量希望这录出来的视频能看吧 先这样我们继续继续看 现在呢如你们所见啊 我们现在在这一片深山老林里 啊 看说话都有回音啊 不是你能别给我打光打得像个鬼一样吗 反正这现在周围一片漆黑啊 那有一个月亮啊 这月亮大家应该能看见啊 我们现在在这就拍会星星 不是你能不能好好打呀 这打没有你 你能别把光直接干我脸上吗 那怎么办 反正现在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我们现在在这拍会照片 一会可能去点别的地方 反正现在这伸手不见五指 感觉还是不错的 你就在这这这 对行了 就是给大家记录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情况啊 现在本来我们想去这个野营的这个停车场的 但是它这个公园关了 现在我们俩就在这个深山老林里 然后那头顶上有一月亮 看有回声啊 感觉不错 现在我们已经成功的完成了这个摄影之旅 探险之旅啊 这个刚才在这个湖边照相的时候 照星空的时候 底下有俩人你知道吗 我们一开始开车过来的时候呢 这个湖边停了一个吉普车 蓝色吉普车 里头没人 然后这俩哥们呢也不知道在干嘛呢 因为我推断了两个人 因为有两个手电筒啊 老从这个湖底就往外里乱照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他在照什么 你知道吗 他就在那双双两道光 然后有时候我们照片里就突然出现两道光 然后他俩也不说点什么话 你知道吗 就在那两道光那边照 我也不知道他俩是 隔这晚上来研究野生动物呢 还是来照相呢 但你别说这个晚上湖边的这些动物 这叫声都有点吓人你知道吗 不知道多大的动物 也不知道多大的动物 然后这水呢老在那动 然后那个就呱呱呱的 然后还有这个走路的声音 我也不知道这动物是不是离我太近了 感觉其实不远 感觉反正其实不远 就曾有一度我觉得这个动物离我越来越近了 然后这个 然后那这动物呢 这声音又消失了 反正那晚上晚上出没的这些动物 这个声音和习性感觉都有点怪 你刚才听见动物来的时候 你什么感觉 不是我就有点渗得慌 我就没敢动 我就想装死来着 不是你说那样动物突然 哎你突然脚边出了一个湿乎乎的 什么毛乎乎的东西 我那我当时直接就尿了 我跟你说 我怕那种对 太恐怖了 但是anyways 我们现在正在开车往回费城了 这离费城有多远 开车59分钟 一个小时 我们从我们家 我们家算是费城市中心 然后从这离费城市中心 大概一个小时的距离 现在我们就慢慢开回去 刚才那上一clip那段 森林管理员还来了 把他把这条路 就是禁园区的路给封了 他说我们俩可以在这照相 他把那个路封了 我看见管理员那时候心情还挺好的 觉得特安全 不是那种对那种 他一看就是管理员贼淡定的那种 那这种人就突然能给你安全感 这不是这野生动物有点太恐怖了 不是你也不知道他体型 你也不知道他皮肤类型 万一是那种湿湿滑滑的那种 可太恶心了 这是咱们刚才那个地方 对 这是我们刚才照相的那个地方 然后刚才森林管理员就从这进去 然后把这条路给封了 反正这边是他野营的路 反正就现在估计 就是这公园不开不能野营吧 所以我们现在就回家了 远路快回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加油站加油 他的车马上就没有了 就差那么一丢丢就没有了 这其实炸照片的时候我就在感叹 就如果我真的 如果现在相机能足够先进 把我看到的那片星空的那个湖 在如此暗的情况下给大家 展现出来就太好 可惜现在相机技术并不能 就录像的话你怎么着都录不出来 我当时眼睛看到的那个景色 如果能把眼睛看到的东西 以最真实的这样一种方式记录下来 比如说那片那片夜空真的太美了 就那有一片特别大的湖 这上面是星星 两边是森林 这种感觉真的太好了 可惜啊 希望相机技术能够越来越先进 科技 希望科技能够 再多改变改变人类的生活 感觉我的有声之间应该不难嘛 就能够在那种环境下拍出视频 拍出特别好看视频的相机 希望那一天早点到来 但我不得不感叹一下 这个单反真的比微单省电太多了 就老王那个EOS90D 就你看我这录了一天 拍了拍照啊 也拍视频了 到现在就这电池四格电 一格都没掉 我那EOSR 基本一天 大概我能用两三块电池 如果就Vlog拍一天的话 就比如说我之前春假 狂野大西部那一大系列Vlog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 狂野大西部一到八的话 我非常推荐 你回去看一下狂野大西部一到八 算是我剪辑出来最美 我觉得我最用心剪的Vlog 那系列就是我春假去美国中部 玩的这个Vlog 希望大家都能够看一下 但anyway就是我那个 我当时拍狂野大西部的时候 那一天大概我能用四块电池 单反还是比微单省电很多的 这个人不知道多大了 买了一个这什么锡的这种 这叫什么 中国那个小时候的叫什么 喜之狼 这可不是喜之狼 这纯苹果泥 这就是苹果泥 就跟锡那苹果一样 这婴儿都能吃的那种 这很健康 然后made from a hundred percent fruit 纯苹果青苹果做的 一袋七十卡 你吃苹果也是 我没以这 哎呦 算了 我没以这形式吃过苹果 你知道吗 有点怪 再吃一会儿你就觉得好吃了 我去娃娃老底 你看看一眼 这样 那么恶心被你吃的 就它那巨细的那种 这叫gogo squeeze 所以你觉得不好吃 我觉得叫什么 怎么你现在是没牙了还是刚出生了 想吃苹果再这么吃 我跟你觉得 我觉得吃整个苹果就不爱吃 但吃这样我就特别爱吃 再咬着那种苹果块就不觉得不好吃 所以你牙不行呢 你就知道我牙不行了 你不是连脆骨都不能吃吗 那是因为他跟我的牙过的时候 他没跟我说清楚 对 这个gogo还是个小飞机 你知道吗 就是你这个拧